贵族家的女儿多数都是政治棋子 无情的联姻工具 但菲尤娜不接受 并分歧反抗 你让我做一个温柔显晦的小姑娘 我偏要当天下第一剑客 你让我和其他贵族通婚 我必会约补家 哪怕证婚人是皇帝本人 但也因此 菲尤娜付出了失去亲爹的代价 但也因此 她肩负起了重振家族的重任 至少现在已经获得了 全瓦罗兰最狠格斗家的称号 我渴望有价值的对手 德马西亚的英雄并不全是贵族 出身偏远郊区的奎因 就是个以捕猎为生的猎人 出身不同 但悲惨相似 奎因的哥哥 就是在一次捕猎中 死在了奎因的眼前 最终是偶然结为伙伴的 绝种猎鹰蓝岩猎鹰 重新让他使起了勇气 并成为了德马西亚的游骑兵 那说起了猎人和悲惨 德马西亚里还有一位 更有名的暗夜猎手 维恩